近期,美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炒作所谓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论 中国新能源发展到底是产能过剩还是市场需要 记者来到北京街头,一些新能源车主表示 非但没有感到产能过剩,而且觉得是方心为爱 您觉得新能源对老百姓的实惠大吗? 那比如说省钱,那确实是省钱,费用地有多贵 你知道充电一块多钱,高峰期一块多钱,平时更少 因为我之前也是开原油车的,自从换到新能源之后 不论是驾驶的性能还是成本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优势 包括整个开起来的体验,所以北京的空气这几年也是若元可见一直在变好 产能过剩是指行业实际生产能力相对市场需求过高,导致功过于求 汽车行业相关专家表示,从客观现实来看,中国的新能源产品是功不应求 尤其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中国凭借先进的技术 在全球新能源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增速非常迅猛,中国车企掌握了核心技术 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能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是不够的 就是现在美国和欧洲,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他们本地的产能不够,因为现在在传统的车企 跟中国车企的差距比较大,就是像我们中国的这个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它的价格是中国价格的两倍以上 它的产品还是功不应求,这就说明就是在全球范围内 就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它是非常受欢迎的 专家表示,产能过剩论的指责,其背后隐含的贸易保护主义意图明显 是为破坏市场公平而寻找的借口 炒作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在哪里呢? 客观上是想以新能源产能的议题做一种武器化和工具化的操作 美方发现自身在国际市场中间与中国新能源产品竞争中处于劣势 所以美国政府以自身的政治之旅来协助美国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中 排挤中国新能源产能的相关产品 这样的一种以政治力量来扰乱正常的自由市场经济运作规则 有论调称中国新能源产品过剩产能在国内难以消化 只能以低价向全世界销售导致市场扭曲 专家认为这一指责更是毫无逻辑 美国在高端芯片、飞机制造等多个领域出口量 通常美国在全球的产业链里面 它主要掌握了像芯片、飞机、农产品、大豆、石油 这些产业链的核心技术 美国的很多产品像波音飞机出口到全世界 就像在燃油汽车时代 像美国、欧洲他们掌握了核心技术 也是我们中国开放了汽车市场 包括美国的福特曾经在中国汽车市场 给美国福特汽车贡献了四分之一的销量 专家认为从全球视角来看 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 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 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 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做出巨大贡献 中国新能源产品在世界市场的普遍受欢迎 也是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突出贡献的表现 反观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协议方面 口头上是支持的 但行动中又是非常的连行不易的 所以如果对比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之中 谁是真正的负责任者 谁是缴集者 这是一不了人的